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我們現在打一下九瘋王的災厄級 哇,這邊全貓戰配置居然是可以打九瘋災厄,而且是可以直接雙城就 更甚至說我們完全不需要腐化龍科喔 好,那這邊其實有一個關鍵啦,就是神這個角色齁,當作成員的話 他有攻血回機值兩倍,所以他撐血非常好用 如果你有更多更多的神,就直接把他帶上,完全不要客氣齁 我們讓血量超過52萬,就可以直接在核心系統換血的時候 一回合把核心直接收掉,這個是非常舒服的事情 那超過52萬血的話,其實原本這個配置就已經可以了 那當然是要突破,跟我長得一模一樣才可以 那我這邊多帶一隻神是為什麼,因為關卡裡還有20級盾啦 所以我們如果可以的話,就是盡量把成員帶滿 這樣解20級盾也會比較快一點點 好,那隊伍跟龍科配置,我一樣會打在旁邊 如果有疑惑沒看清楚,可以按暫停稍微再看一下齁 剩下就邊打邊講解囉 好,來第一關 好,第一關的一血我們就空轉,然後轉完點心 好,其實隨便點都可以啦 就點光以外的珠子,如果說真的不知道點什麼 那就點心吧,點心好吃 好,來第一條血這邊就直接收掉 好,接著二血這邊的話我們直接開佛諾 好,第三條血一樣佛諾吹下去 好,接著就來到第二關 好,第二關這邊的話我們直接開神 好,轉完的時候我們就不要再去點任何珠子了齁 因為這邊有灼熱地啊,你多點可能會多錯 所以這邊我們就完全不要點就好了 OK 好,來接著二血,二血這邊的話一樣我們就空轉 好,轉完隨便點 好,這邊理論上是空轉兩回合齁 好,來,這是第一回齁,來第二回 好,接著來到第三回,那第三回這邊的話呢 我們先開神,記得一定要先開神 因為他有復銷 好,接著我們開復隊的佛諾 好,那這邊轉完我們一樣把光以外的珠子點下去就對了齁 你可以看到等一下只有復隊一張打出去 但是那個傷害是非常非常足夠的 OK,來這邊帶過去,沒問題 好,接著來到第三關 好,第三關這邊的話呢我們就是直接開那個龍科之力 然後我們選擇那個神的憤怒齁 直接炸下去,無數色白白,完全沒有問題 好,接著來到第四 好,第四這邊的話呢我們不要去消到電擊珠 然後我們就來回走路扣血 好,記得齁,就不要去消到電擊齁 你轉完去炸的時候也一樣,不要弄到電擊 好,這邊核心有沒有,血量超過52萬 直接一回合收掉,超級舒服 好,來接著第二回 這邊的話呢核心已經張開,我們這邊可以開神 去轉到10C,啊當然你說如果你要用一消的話 也是可以齁,那這邊我是習慣用神去轉到10C版面齁 好,那這邊的話呢我們就轉完的時候不要停在黑洞地就可以了 好,這個轉10C版面是真的很舒服啊 好,但是要記得就不要停在黑洞地裡面齁 好,轉完隨便炸,OK 對不起,有時候我會發呆 這個就跟劍心切草息一樣,有時候轉完就發呆了 好,來這邊待過去 好,接著來到第五關 好,第五關這邊的話呢佛羅吹蕊 帶走,沒問題 好,接著來到第六 好,佛羅吹蕊,沒問題 好,第七這邊算是一個很關鍵的地方齁 一定要記得做一件事情 左上角先指定右邊這個核心 好,來接著我們轉單體攻擊就好 好,單體就是標準到一組五顆啦 然後我們一樣來回走路扣血 好,轉完不要點任何阻止喔 一個都不要點,絕對絕對不要點 然後你打到全體攻擊之後 對本體造成傷害他反饋60萬過來 對齁,現在他反饋60萬過來我們好像也不一定會死掉 我們只要有消到光完全回血就好 好,不過沒關係啦 我們還是照著比較安全的打法來打就好了 好,那第二回呢我們一樣開神 好,那10C就一樣齁 跟剛剛要做的事情都一模一樣 好,不要停在黑洞地裡面就好了 哇,這堆血真的是多到很韌性啊 居然可以不用怕反饋了 好,來接著來到第8齁 第8這個當時應該也是很多人的噩夢啦 要一直去轉隊數字,來 現在有神就不一樣了齁 來這邊我們先開神 好,啊數字19怎麼轉? 這一顆按起手,拉到最上往左,數字19達成 好,那接下來會逐步帶大家解21,23,25 完全沒有問題齁 好,轉換記得點 好,來接著第二回神 然後數字21 好,數字21就是右下的按起手 拉到水這邊 好,來接著往左兩格,往上一格 OK,數字21達成 好,接著數字23 好,數字23其實跟星爆氣流斬 那個轉法就一樣齁 右下的按起手 拉到最上面,往左兩格 OK 好,點 好,那數字25的話不用講了 就是把一個直行隔開就好 就一樣按起手,拉到最上面 這樣就可以了齁 好,點 OK 好,接著來到二血 好,二血這邊的話 如果沒有指定到新珠的話 可以直接開神齁 那你如果說你要開那個一消 去把場上所有珠子消掉 這個也是可行的 好,把它全部走過去 然後受竹珠變成一消 這樣子就可以消到對面要的全部了齁 好,一消比較拖時間齁 就看你自己怎麼取捨 OK,來這邊帶過去,沒問題 好,接著就來到第九 好,第九的話呢 我們就開蜜兒貓的技衣齁 好,這邊就是先控制版面 我們等一下要轉光加星等於51 所以記得看好再去點齁 好,來這邊我點 算一下齁 1,2,3,4,5,6 6,6,6,6加51 好,看來還是必須點第二個持行 好,這樣子 OK 好,那控制好之後呢 我們開佛羅 好,然後這邊我們就是抓佛羅 去大力轉珠 轉到那個光加星等於5C就可以了 好,那佛羅是不怕燒的 所以這邊可以安心去轉 沒有問題齁 好,這樣子OK 1,2,3,4,5,6 好,那總我們一樣點一個比較好看的地方齁 好,點心,OK 好,來這邊就直接錘過去 完全沒有問題齁 好,接著就來到王一 好,王一這邊的話呢 第一回我們直接開神 好,然後這邊我們就來回走路扣血 我們故意去消暗珠齁 OK 好,來隨便點 好,那第二回核心張開不用講 又是我們神的回合了 就一樣給他10C 然後轉完的時候 不要停在黑洞地裡面就可以了齁 好啦,那以上這邊是全貓戰 過這個九風災厄 也是有一個雙成就 給各位做一個參考喔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會啦 掰普